阿彌陀佛,大家好 这里是正佛天空新闻台 联生活佛文集网络直播读书会 今天是第549集的播出 休息的一天 我们今天要开始上班了 现在是美国西雅图的时间 星期一的早上7点 还有三分钟7点 不过我们先来播放 大随求佛母的星咒 我们齐请根本传承大家持 齐请大随求佛母加持 我们今天的读书会能够佛光铸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今天是七七一 今天是七七一 昨天跟他们吃太饱 人家从外在那里混混的 大家怎么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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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再来多唱几次 这一尊是大随求佛母 大随求观音 今天上来的比较迟钝 还有三分钟 三分钟就你们那边晚上十点了 我们来做网络直播的分享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 我的一声无所谓 我一个手里口颅有点卡卡的 我一个手里口颅有点卡卡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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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星座的功课 谢谢你好棒哦 艾远姓、陈正峰、Jennifer 好 跟大家报告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我先吃一个喉咙的寒片 才不会喉咙觉得有痰 昨天去吃那个小茴洋 看看上一集同门的留言 讲什么咯 Litha James 有生有死世间行 心情远近也得分 往生如能 心放下才能够安然随佛王 Jennifer Dan 人生是四大甲合 最后分解 也变为空无,土归土、尘归尘 Bjr Jinn 谢谢上师能够把快乐分享 并且希望所有人得到师尊的加持 千手千年观音 对师尊说是虚空无尽 昨天师说 开诗很棒 笑到我翻了 是讲花生的故事 Litha James 不为敌所引导 要兼顾自己 谢谢你给我的鼓励 冠冠令 生活很简单 顺境逆境 念经词咒修法 常观奢知 因缘 明生死本 再来学禅定 内观自新 这个是上海姐同伴的留言 先set up一下 好 那这个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是什么呢 超级 灵魂的超觉 灵魂的超觉 是说的文集第十四册 哇 很棒的 今天要跟大家介绍 麒麟振动 你们有麒麟的请举手 我们有麒麟的请举手 有人说上师我一生都是绝缘体 有麒麟的人就修得好吗 不一定 没有麒麟的人就修得不好吗 也不是 那都是一个因缘跟一个机缘 那在这篇里面讲到六大震动 到底是什么震动呢 麒麟的人他这一生会得到这个震动 那你知道 人在活着的时候 灵魂是睡觉的 你的灵魂是在你的身体的一个部分 他在睡觉 还没醒来 死的时候他才会醒来 但是呢 麒麟的人他会因为特种的因缘 而让你的灵魂复苏 让你 让你活得灵 跟你这个人 活在一起 所以麒麟的人 他身上会多 多了一些器官 会比别人会更比较不一样 那最常见的是麒麟的人 他身体会变成比较敏感的体质 那个人生病了 那个人业障很重 靠近他讲话 那那个人的不好的恶氧化碳 会让他感觉到很不舒服 会觉得身上怎么会闷闷的 这个是麒麟的人通常会跟我们讲的一些状态 那这个其实 敏感体质的人要怎么调配 我告诉你还是要靠禅定 修法跟禅定 你的禅定的力量越强 你进化的能力就越强 你怎么不说你这个手机 对不对 这个手机上面有多少人的留言 我告诉你我手机 连我自己用的手机 有时候我每隔一阵子都要放 师尊祖坛的护膜来进化 因为那个一拿 你们可以感受到磁波怎么样吗 我如果麒麟的人 会感受到这个手机上的磁波是怎么样 那你如果开到聊天网站 他的磁波又不一样 如果你打开到师尊主持护膜的影片 影片或者视频 那个法流会从手机上流露出来 但是有的人他没有麒麟也会感觉 但是麒麟的人 他对于磁场 他就是特别特别的敏感 但是告诉你麒麟的还不算是开悟 他只是比较多了一层灵觉的感应 我只能解释到这里 如果你听不懂我也没办法 哇谁举手说有麒麟过 他们是没有麒麟过对不对 等一下来分享有麒麟过的人的接受 李正国 哇连行丧师 你好你家在哪里啊 曼达拉玛 明阳丽 黑冷凡 甘凤丽 麒麟自然而为 不要执着 对那个是自然的 你不要去特别刻意的 Alistant 这个刚王金 那个还有什么 星金 大悲咒 暗土地真言 六字真言 上次星咒 还有这个就是真言的 念过了 别发生 叶善得 叶善 上次我分享笑出残疾 师尊开示影片 获得不少同盟按赞分享 哇 谢谢你 叶善师姐 很棒哦 别发生 欧珠玛 陈明达 Diamond Lisa Jan 哇 美丽的开始 陈明达 Betty Seed 欧师兄 Lisa Jan 萧君族 君丹 还有 姜威冠 王国会贴来功课 刚刚念过了 你只是看到手机模糊不清 吴秀吉 Lisa令 上次相依华两坛 上次相 星咒324遍 尊听皇后不斗明王观音 安土地的功课 谢谢你哦 所以有时候很怕 中文报我 因为一个禅定的人的磁场 跟平常的同门修法的 反正人跟人的磁场 真的是不一样 你碰我的时候 就会知道 你的磁场跟我的气是不一样的 然后没修法的我就知道 有修法的我也知道 没有修法的我就知道 像王国会师兄 他身上的气是很清澈的 这个是我知道的 所以他这个有常常修法的 常常修法的人身上的气 跟偶尔修法的 跟一天到晚滑手机的人的气 都不一样 这个没办法讲 已经起零之前在其他的道教庙 知道有人会起零 只是不能理解这个是静坐 为什么会做到起零 这也是很特殊的因缘 简单来讲就是 自己的灵魂突然苏醒了 那你现在在这个呢 这个 现在的自己又是怎么样 灵魂一般是被肉体禁锢的 那师尊讲灵魂通常都是睡着 睡着的状态 但是起零就是 自己的灵觉突然就苏醒了 我只能讲到这样 不过大家看看多增长知识 有时拿手机会拿到整个人烦躁 原来是磁波的关系 对啊 那个磁波 所以你要让你的手机拿起来会比较舒服 我告诉你 手机要最好是每一天 播放师尊主持护膜开示的影片 就算你忙的话 你就把它放在那边 给他影片给他转 他会净化你的手机 你下次用就不会那么累 Kolini,Carol,曾明达 还有谁呢 李毅臻,吴秀吉 上次相应 释迦行 哇,功课谢谢你哦 Yuki,你好 日月进旗林后 可以感觉灵界 电话辐射 只能每天修三坛释迦行来净化 你是用修释迦行的 也是可以 丘一扇冰降 不过告诉你更快的 如果你扇与禅定入三魔地的 你如果手机摸到头晕了 其实用禅定可以净化 你如果很会入定的话 不过呢 我还是要跟大家介绍今天这一篇 为什么叫六大震动 十尊的文章里面提到麒麟了 十尊讲在净空不灭的状态之下 往往会产生全身震动的现象 有人在静坐的时候 身体的气满 不要说静坐 有时候睡觉 睡醒了身体的 里面这个不是发抖 不是外面的发抖 有表皮的发抖 不是 是在身体的非常的里面 几乎是在中心点 身体的中心点 会产生微微的震动 那有小的震动 微的震动 有大的震动 那麒麟是更大的震动 你若是没有起零 但是禅定的时候身体有震动 那是正常的 你不要怕 那他在 师尊讲的是更深的 净空不灭的状态 反正在很深的禅定状态之下 全身震动现象 会让人家不知所措 身体为什么会震动 好像做按摩一样 有的人会产生害怕的现象 会怕自己走火入魔 其实走火入魔的 自己吓自己 我会不会入魔了 还没入魔 你是拉着自己入魔 其实你自己并不想入魔 所以不要怕 不要害怕 要镇定 你大不了站起来走一走 对不对 都没有关系的 那这个震动的力量是来自什么 也是宇宙的力量 自身的那种波 对不对 我们讲过我们的大脑有四种波 α波 β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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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科学家最近研究出来的 β波是我们现在清醒的时候的脑波 其他α 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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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更深一层禅定的那个波 哇 我们的波 接着宇宙的波 互相产生撞击 会产生震动的 那个或者有的热 有的凉 有的清安 那个都是很正常的现象 但是你也不用去贪 也不用好奇 也不用觉得 你觉得怪怪的 就让他很顺其自然就好了 哇 震荡的力量来自虚无 禅定的人想要抗拒 不要震动 对不对 其实我们的身体的毛细孔 都会接触空气 我们的这个 我们是属于地球上的生物 要阳光 要水 要空气 阳光空气水 你如果皮肤不接触空气 你在真空状态 你看看 你变保鲜是不是 我还没有做过实验 人在真空状态会怎么样 当然就没有办法呼吸 人一定要接触阳光 空气又水 虽然我在室内 可是外面的光也会透进来 虽然我在室内看不到什么 那个空气 可是空气一定要进来 我们人一定要接触到空气 那震动也是一样 它是无可避免的 万一无可避免的 是自然反应的 你不需要去抗拒它 那虽然讲这个就是六大震动 是灵动的一种 灵动有分里面的那种震动 还有外面的麒麟 外面的麒麟又分什么 有意识的麒麟 有人想说 哇 仙女 达摩祖师 哇 齐请达摩祖师 哇 就打了一套拳 齐请仙女 就表演了仙女的跳舞 我告诉你 有的人呢 你在灵动的时候 你问自己 是你自己靠意识 你是真的用意识去做 还是真的放空去做 放空跟意识不一样 我曾经去台湾的 有一座山 跟人家去爬山 哇 有人说什么 自称上古的仙女下降 那个男生 他讲话 现在灵跟我合一 我觉得倒不用 万一你灵动 你要能够自主 也要能够看场合 不要平常就这样发神经 会觉得说 你是不是去动过手术 那是骗女的 其实都不需要 要能够控制 要能够自制 如果不能够控制 那等于丹基一样 丹基是 那个灵一进来 自己是有时候是不清楚的 或者不能够自制的 那他那个 有的灵腹肌进来之后 哇 身体擦这个 然后用那个蓝牙棒一样 打到流血 可是完全都不会痛 这个就是 那个已经 已经没有办法自制的 但是我们麒麟还需要 在这里的麒麟 需要自己能够自制的 自己能够控制的 好,再下一段 灵动的力量 最后 我在讲这六大震动 如果你没有经过 那个麒麟的经验 你没办法讲这篇文章 因为都是过来人 真的是走过来的 那你说 会上师 会军上师 你为什么会起灵呢 你是不是特别 透过什么管道起灵 我告诉你 我莫名其妙 念地藏菩萨本愿经 就一天给他念一遍 以前大学生的时候 我大学的时候就起灵了 一天念一遍 一天念一遍 有一天就灵动了 那我的生日又是 姚慈基姆的生日同一天 农历七月 所以他这个也许也跟姚慈基姆有关系的 因为姚慈基姆就是起灵的单顶派 所以多少都 我发现有几个跟姚慈基姆同一天生日的人都会起灵 都好像有特别的缘分 那灵动的现象 他说也不是自力振动的 也不是意识振动的 特别跟大家讲 不是意识的 他是自发性的 然后不用你脑筋控制的 也不是 那这种力量也不是手 也不是脚 是身体的内部 很内部的 表面的 施生讲说 他那个振动的时候 表面的肌肉也会均匀跳跃 我记得我第一次起灵的时候 哇,那个振动力很大 而且一直打手艺 那时候一直打手艺 比几个手艺 哇,一直很乱 后来是唐主比较有经验 跟我讲三个 一个是诸法无我 现在我念诸法无我 一个跟我讲诸行无常 我就念诸行无常 第三个他跟我讲 极尽涅槃定 我就讲极尽涅槃定 终于停止了 所以有的人起灵 他是停不了的 要有经验的人 所以刚开始起灵的人 他这个要有旁边有经验的上师 弘法人员帮助你 不然的话你停不了 你喊救命 我那时候打手艺 我那时候打手艺 一直打 打到廖金禅师姐 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在线上 他就是见证我第一次起灵的时候 打手艺打到他家 我说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停不了 他大概被我笑死了 这个就是起灵的状态 那灵魂师尊讲 这是灵魂刚刚复苏的一种唯妙的表现 有讲的 那这种经验 练习禅定静坐的人 很容易体会到 所以那时候念地藏经 念到后来 我是大学生的时候 他念地藏经 如是我为意识是家 在道立天为母说法 突然手会动 我想说这个手为什么会动 这个手不是我的吗 连在我身上 他为什么会动 就这样 没有刻意 他自己都动 再来就比手硬了 第一天是微微的 第二天 那个都是在我刚起灵的时候 都是我在念地藏经的时候 他起灵的 过来 这个什么东西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要经过 不要害怕 然后要特别谨慎 因为也会走火入魔 晚晚这个时候 是成圣成魔的开始 那个时候完全没经验 也没看什么起灵学的 他想说这个是什么东西 但是师尊也劝人家 多念经 多念咒 万一你起灵的时候 你的心是比较安定的 因为有佛号 有咒 佛的咒 给你守护的 心的定力也比较强 比较能够分辨 哪一个是佛的 哪一个是魔的 那灵动的时候 能够有感通的现象 不可以全信 因为里面常有 那个魔鬼的信号 所以呢 体灵震动的太厉害 然后自己如果太害怕 也会入魔 你看佛与魔之间 这个有的人 有一种魔叫做恐惧魔 恐惧魔就是害怕的魔 为什么会恐惧 自己怕 这个是什么进来的 这个你看到的像是什么进来的 震动是什么进来 是不是有鬼进到我的身体 我跟鬼中在一起 越想越怕 就恐惧魔 原来恐惧魔是心魔引起外魔 自己先怕就是 我简单讲就是自己下自己 所以不需要自己下自己 胆子放大一点 不要去心乱想 不要心乱怕 越乱害怕 越容易入魔 因为你一心虚 人家这个外魔会趁虚而入 所以趁虚而入 就这样 所以心的定力要强 然后也不要执着 这个体灵等一下佛要跟我 等一下这个神见到我身体 他要跟我讲什么信号 我会不会发财 我会不会看到前世啊 等一下哪一个神佛下来跟我沟通 要跟我指示什么 然后我得到的指示 我要跟所有人宣扬 我自己要来度众神 想的很多 越想越多 越想越乱 这个就是里面有魔的信号 所以通常都是内魔去勾 浓动外魔 自己的先赶瓶 發神经 所以不要 所以呢 就是这样子 入魔境 如果入了魔境 不能够自觉 就会走火入魔 fällt神经失常 或者精神分裂的人 这一点非常的重要 师生讲千万不要疏忽了 灵魂突然变成活灵 就起灵了 这个时候师生讲 你心正灵就正 你心歪了灵就偏歪了 完全你的自心在控制着 你的心还是依止根本传上是 无求无我无心 不要去贪求感应 不要去想我要看到什么 我要感应什么 我要知道什么 我要去度众生什么 借着这个神通来要度众生什么 我借着这个感应 我等一下会发生什么奇妙的事情 等一下我会看到什么 种种的自己自我暗示 我告诉你自我暗示会招来磨 就是这样 所以完全都不要管 不要理会 继续念经念咒 你又累了就起来 你动你的 我做我的 我吃东西 我看电视 我管你的 不安全 完全不要理会是自主的 这个就不会被干扰了 所以心正 那个灵就正 所以师尊讲 佛心就是平等心 就是平常心 平常就好了 跟众生没有分别 魔法就是怪异法 离开一切情理及入魔 就是这个样子 那 师尊举个例子 有个许医师 他来这个师尊的家 然后呢 喝下了 珍珠中其实有祈灵符 不过你要喝祈灵符 按照师尊祈灵学的去做 在这里是不敢太提倡 因为旁边一定要有有经验的 红法人员 在旁边你比较安全 他这个人呢 喝了祈灵符之后呢 回家也照师尊讲的方法 真的灵动了 哇 手脚各个地方 祈灵灵动了 他说力量太大 差一点心脏休克 整个人躺了下来 汗流不止 心脏虚弱得很 有点想要呕吐的现象 最后他不敢再静坐坐下去 就躺在沙发上稍稍的休息 这种音乐 他说实在是太强烈了 然后呢 他说这个师尊 他是不是已经活灵了 那个灵是不是活了起来 最后呢 他说是不是以后每天都要锻念 那打坐的地方 那个佛堂的光 是不是要很光亮 还是要照目前这样子 霓虹灯 席的小佛灯还亮着 那是否再请师尊再画一道镇定的符 以及启灵的动部一直动 然后呢 那个动的力量太大 他很怕 是不是要把他钉下来 那以后坐船如果这样子震动 那还要坐船吗 这算怎么办 或者有没有什么方法 教他自己能够增加灵动的能力 我还想想东想西想太多 这个呢 是谁写的呢 高雄的一位医生写的呢 高知识分子耶 所以有时候那个学历读的越高 他不一定会相信 不一定会相信说 哇 这个灵界真的有这样子的事情 不过师哥特别把他的信披露下来 又让大家知道 就算你的学历太高 博士 博士 硕士 什么是学士 高学历的 我告诉你 人人平等 人人都有机会的 那师生讲说 他的这个启灵 其实刚开始是会震动 会有大的震动 但是呢 会一天一天会恢复正常 所以叫他不要担心 福利一过 他化福的力量一过 灵就会越来越小 一直越来越平静 这六大震动只有一次 若震动不正常 那经常呕吐开口说话 人这个就是不省人事 这个是腹灵的现象 非神疾魔 到这种程度变成一个胆肌 变成鸡瞳 对不对 所以我刚介绍过鸡瞳 他灵一附上来 比较不能够自主的 但是呢 也有鸡瞳去寝师尊 该如何去控制这个灵 也是有的咧 所以灵存的神鬼的戒题 就是灵媒 你们要当灵媒吗 我们现在看 哇 已经现场已经很多人留言了 我们来看看 哇 师尊的光明定心符 有助于修法入定 好 其实路路 你们如果要光明定心符 可以写信到回信中心 欧带佛 还有 你静坐没有任何见到 反而在睡梦中 还有在梦境中 梦境可以见到 日究竟心依止师尊 无欲无求无贪 不给予理念 理会 就不会入魔境 一切境界是唯心造的 阿坚 能看到什么 也不会去理会 刚开始练习禅定 念佛经 有时候 有不对的念想 觉受会出现 所以不要理他就好了 当时年纪小 尤其法会 灵力强的地方 不敢合掌 会不停 不会停 要能够自治 你比较敏感 有时候会感觉有灵性 可是就是念经避免 也非常害怕 就是怕不知道 为什么都接护身 走火入魔 阿坚林 林薇辰 Angela Fong Joe Deggong 对不对 John Y.Guan 上司 女儿说 笑得很可爱 欢迎你女儿上来 Sandy 当你竞下的时候 什么都没感觉 只是很平和 这样就好了 Just leave Why then 所以你说上司闹了 我没感应 怎么办 最好 赤真有一次他讲 没有神通最好 没有感应最好 你就傻傻的修就好了 你就专一的修就好了 你专一就会有 你自己的力量 潜在你的里面 没有关系 我昨天在护魔的时候 听到师的讲 不用以那个 就说万一 你觉得说这个小的事情 万一动了一个恶念 很小 他只是 看这个人有什么了不起 他动了一个恶念 他说你不要小看这个恶念 小小的 也没有侵犯到人 只是在你的心里 他说这种子 因为会长苗 会发芽 会长小树 会有大树 会越来越大 所以人常常不满 常常怨恨 常常抱不平 这个心还是要把它平 用什么 用佛菩萨的光 爱去爱众生 每样事情当然都是不平等的 高爱胖瘦 每一天都不平等 你如何去要求什么事都平等 问你 那你怎么办 你怎么去突破这个心 就是我爱人人 人人爱我 你一定要学佛菩萨的心量 还是要去爱众生 这个人你觉得他已经走歪了 那你就祈求佛光 加持他走好 虽然你没办法改变他 但是会觉得他走错了 走歪了 你没办法改变 他也不会听你的 他也很骄傲 他也会很得意 也会一不了不起的样子 让你很厌恶 对不对 可是呢 你想一想看 如果你站在阿弥陀佛的角度 站在观世音菩萨的角度来看 佛菩萨都是自己的孩子 对不对 如果你呢 生了一大堆小孩 那你的孩子有的乖 有的不乖 你不乖孩子还要不要爱他 还是要嘛 对不对 你就把它想成 哇 你是很多孩子的父母亲一样 还是要去爱 那你怎么爱呢 你去祈求 祈祷佛菩萨的光 助照他 有一天能够想通 有一天能够开悟 有一天能够守戒 有人就是不守戒的 他认为 他自己不会犯戒 他认为自己很正常 可是旁观者清 旁边的人看的就是很清楚 可这样的人 他也不会听你建议 那人啊 这个会互相的嫉妒 互相的比较 比较 他会认为你有什么了不起 你只是会讲话 你其他还不是一样 人会有这样子的心理 我告诉你 不要急 那个没有关系 他想要表现 想要展现 就让他 因为你已经很出名了 你已经够了 有时候我会这样讲 已经够了 让别人出名 让别人有存在感 也要同等的快乐 也要同等的喜悦 让他觉得说 让他也找一找 找到自己的那种成就的感觉 也是一样的 有时候懂得成全 所以人家讲 君子有成人之美 你没办法要求每个人 是非常的高尚 但是 我爱人人 人人就爱我 人人若不爱我 那你还是我爱人人 就是有这样子 你常常有善良的心 你常常有这么 这小颗善良的心 他也会长成大树 他也会让你将来变成佛菩萨 就是你 郑金发 Richard Ginn 莲花佳生 十万变的四人心咒 回家是长命百岁 对 丹丹丢 第一灰类 还有莲花丽英的功课 四家型等种种的功课 谢谢你 你明保 阿后 Line Line 对不对 你丰富 余震宏 以及对 记忆童 真的是这个样子 然后后面在问事的人 就听不懂他在问什么 这样的话 感觉到底准还是不准 有的是真的 有的是中的 你也不知道 余震宏 麒麟的人 如果没有结界好 外邻会很喜欢 而且 外的常常都很多 Kelib Rana 莲花童子 Joe 108 谢谢你 明天会方 John Y.Guan 年女儿 叫我 带他跟他说 晚上好 这个年女儿问候我 谢谢哦 Kelib Rana Linda Wan 大家留言 黄玉在家的种子 也会长成昌天大树 所以 勿以恶小而为之 勿以善小而不为 这个恶寺 也没什么乌桑大雅 人难免 人很容易自己就原谅自己 你真正要修行的话 自己的心要看住 还有师尊强调禅定 禅定什么 无论你在做任何事情后来你经过了 省思跟忏悔 只要你跟本尊合一 也就自行圆满 听到这个我们都很开心 所以禅定还是很重要 合一还是很重要 我先念大家的留言好了 辛丘令 哇 这个军冠啊 上师观音佛誕好 辛苦 昨天十九什么早晨三点多 外面雷电交替下着雨 与弟子被垫醒来 屋外下着雨 披着大殿 弟子在碎中被小殿 殿 一朵小云放出小殿 殿打 你的右手背上那个地方 智商痛入骨的地方 这两天不痛了 哇 你的大小雷电 原来天外有天不可思议 佛物萨显灵 哇 谢谢你哦 曾明达 还有李正国 你好 阿弥陀佛的圣号 如果专修通 你很容易贪那个境界而入迷了 好 集气回向师尊 等一下 练圈 上师说的 因地不争 火遭于去 对 王立玉 佳秋妹 何文彦 太多人上来了 大概给你们念一下 一定要突破 看破那一关就没事了 面瓜令 好 冰展现在在打雷鱼 好 比较凉 面瓜令 你要写 给师尊 祈求控制 因为家族都是起灵师 就是 急进涅槃 不要去想 那个灵的事情 不要去管它 能够控制 你就练 不能控制 就不要练 光灵定心服 可以佩戴吗 也可以啊 起灵师 练圈 练圈 杜兴河 刘春梅 哇 百字民 周地藏 金正佛 金刚文金的功课 雨昕 起灵之前 四岁的梁美书说到起灵学 这个没有太大的感觉 真的在法徽上 说自己是起灵 真的是 真的啊 假的不知道 好 日接近 自己觉得起灵后 对修法禅地没有什么太大帮助 可能不会运用 小时候就是太上老君早上在大石观至音菩萨 每次你归因师尊心会比较安静 所以梦了五次师尊 师尊给你力量来平静自己 每次都有感觉 心中有师尊 一切都带过了 明昂立 师尊式的光明地基辅 有助于修法禅地 那因为时间关系 那个潜水亭的名字没时间念了 PCA 杨敦翰 何文悦 辛久令 好 我们也来请根本禅上师 我们来祝贺师尊 这个请佛祝世 我把我的节拍戏来弄一下 我要唱 南无华光自在佛 好 好 南无华光自在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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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麽,花光自在多 南无华光自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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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最虔诚的心提醒师尊愿师尊长驻世间长转法轮无助涅槃 好 再来介绍这个关于六大震动 刚刚是讲起您的震动 释迦摩尼佛更是六大震动 他有六大震动 为什么呢 他在雪山修行了六年 有小周天的六大震动 好 所以呢 释迦摩尼佛是一个修灵通的人 毋庸置疑的 后来释迦摩尼佛在菩提树下 那这个 这个修金刚大定六年 对不对 我们看看是不是 哇 菩提树下修金刚大定 然后呢 产生了六大震动 最后他开悟了 产生六大震动 这六大震动呢 是上至诸天龙公全部一起震动 下到天女龙王 还有御界天的魔王魔公都震动了 所有的法界的震动 这是如来的 所以你知道六大震动 那个是中国大陆四川的文川大地震 算不算哪个佛菩萨震动的 台湾的围观大地震 围观大楼的地震灾害 是不是佛震动的 不是 他那个震动是异次元世界的震动 异次元世界的包括各个天宫 各个天界的 还有我看地狱界的 所有的法界的大震动 所以如来的六大震动是这样 所以我只能讲小周天的震动 是人身体的震动 是属于小乘的震动 大周天的震动 就是宇宙的震动 是属于大乘的 好这个就是今天这一篇 六大震动 以后成佛了 大家以后成佛了都会震动 这个以后再讲了 哇 这个大日月你好 上师请问 为什么请您自身没有结界好 恶灵会很喜欢 跟着自己的习气 有的人是自己的业障 前世的冤业 有的人是这一世的业障 有的人是自己的习气 贪神通 会招来恶灵 就是这样 自己的习气 自己的念头不好 军挂地址发的信 请上师必看 你是用message发给我 是不是 好 PCM 何文叶 吗 确定吗 等一下 我看发信的人 人的名字再看一下 太多人了 军挂 我知道 军挂 等一下结束后再看 好 杨格林 那再来 哇塞十分钟 赶快介绍 静光的抚摸 师尊呢 介绍这一篇叫什么 第一道黄色的静光 那这个是师尊最新的出版的书 272册 那以前我们在西雅图 每天都看师尊开示密宗道次第广论 哇 那这个叫做后来师尊开示的讲的集结成十几册的书 叫密教智会见 就是密宗道次第广论由黄教祖师中卡巴大师所讲述所著作的 哇 那在讲中卡巴祖师讲的这个密宗道次第广论的时候 中卡巴大师下降千伏伦光 这个只有师尊看得到很大的黄色的静光 哇 这个百伏伦光一丝一丝的一直在颤抖的 中卡巴大师就坐在千伏伦光的当中 光明穿透了师尊的全身 令师尊智慧大增而能够讲密宗道次第广论了 更能够明白 我们师尊第一次看到了中卡巴大师 他说 师尊讲他无观清秀 而且具有穿透力的智慧的眼睛 耳朵又宽又长 温和的笑艳 这是师尊对中卡巴大师第一次的印象 多少年过去了他又遇见了中卡巴大师 他说仍然像第一次看到了一样印象非常的深刻 中卡巴大师用黄色的静光来照耀的师尊 师尊沐浴在黄色的静光里面 同样的全身都觉得非常的舒畅 中卡巴大师讲 连身活佛 连身你有病吗? 师尊讲 有 中卡巴大师跟师尊讲说 跟他一样 中卡巴大师当年他也是有病 师尊也是有事件病的 那师尊说 怪不得当时的皇帝召见你了 你说你生病不去 中卡巴大师说 对啊 所以我就派了释迦也是 来代表他去见这个皇帝 那师尊问说 那当年你的病很重吗? 他说还可以 中卡巴大师说 这种病只能跟病 这种病只能跟病合一 别无他吧 这个我们都是希望病业消除 对不对? 可是开悟者是跟病合一 也就是你的环境不允许你 也没有办法再改善的时候 你是要抗拒吗? 你是要反抗吗? 你是要哀怨吗? 你是要讲 天上地下对我不公平 我像我这样子这么好的人 怎么会生这个病呢? 在那边抱怨 还是以病合一 病就病了 所以你说那个连灯上师 各位,这么好的一个人 连灯上师是一个大好人 他每次看到我 慧金菩萨、摩和沙 我会叫大家连灯一如来 我们互相在赞叹对方的果位 我那个连灯上师 他脾气很好 完全也没有搞小圈圈的 那你问他 他知无不敬 知无不达 他就算他最后那几年 他生病了 肺腺癌 可是呢 就算全身插着管 他能够在床上静坐 然后后来就 最后就忠诚佛道了 对不对 所以你说他病那么重 他为什么不会忧郁症 对不对 你看听说半夜咳 还咳出血来 痛不痛 我相信也会痛 也会不舒服 可是呢 会被这个病体 把自己的心灵打败吗 不会 他就静坐 他就安安静静的坐着 然后安安静静的修 修他修的 病他的 然后修修自己的 管他的 人生难免一死 讲这个很容易 可是真正做到还不容易 李正果说 你觉得旧的版的 华光自在佛唱的比较顺 可能习惯 好啊 旧的版是谁发明的 忘记了 以心密宗道次第广论 你想自己还要再多看几次 这个跟修行的有关系啊 这个明安利说 请示上师 如果一次获得很多道福 已经在谈成念了一千零八十遍 可以当下有些没有立即使用 下次再用必须要重新再谈成念吗 你能不能念越多越好啊 没有关系啦 你如果有加持过都可以用 但是你要去让他效果更强的话 念越多也越好 林伟长静观的虎摸 封面很好看 对 很多光啊 给你看封面 对不对 好 还有谁 Diamond 梅君 Ben Lee 杨格林 还有这个谁 麒麟 一定要保持正念 要自我控制 不是外力控制的 要持咒旧法 而且要自主的 已经连登上师真的很佩服 很有毅力 难怪 看他晚上的照片 感觉很庄严 好 那 所以这个 松卡巴大师讲说 如果是生病 那你就跟病合一 其实跟病合一 气脉反而松 你就不会那么的苦 当你抱怨 怨恨 然后不平 紧张 埋怨 心里很急 气脉马上收缩 反而更不舒服 任教均 中卡巴大师 跟病合一 融入不被病痛 打败心灵 合一久了就没有那么严重 那世尊讲说 那他也是靠饮食跟运动控制 可是我都看不出来 世尊有什么病 是不是 世尊是不是 众生有病 我有病 但是世尊很注重饮食 很注重运动 那中卡巴大师说 对的 在他那个年代 他跟弟子 如果有遇到病业的话 也是用延寿的方法 延长寿命的方法 那世尊记得问中卡巴大师 你一生之中 你用什么字来形容你自己 中卡巴大师讲 我没有虚度光阴 没有浪费光阴 浪费时间的 这句话很重要 在过去你会玩手机游戏 浪费时间吗 会聊天浪费时间吗 会逛街到处乱逛 浪费时间吗 做任何事情没有专一而浪费时间吗 中卡巴大师讲 他没有浪费时间 也浪费光阴 这句话虽然是很平常的一句话 可是在世尊的耳朵里面 却是回荡不移 是的 现在的人都在浪费光阴了 世尊实实在在的告诉大家 财富、地位、大名都带不去的 科技成就带不去 医学发达也带不去 因为最终无所得 你再成为大医生、大博士、大科学家 难免一死、难免六道轮回 除非你修正了、超越了 中卡巴大师说 这些都是虚度光阴的 当然你如果说为了人类贡献 但是你有在加以修行 那个就是没有浪费时间了 这个就是今天跟大家介绍的两篇文章 喜欢吗? 你们这聊天了就不念了 Lisa Jane 有病最大的智慧跟福报 要是一心修行 能够得到总日解脱的 好,那节目最后 我们来跟这个世尊一起唱 那么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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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读书会 在灵魂的超觉师尊将叫做麒麟的震动 到释迦牟尼国的六大震动 那所有的麒麟就算有感应 也不用去举足的 哇!金光的抚摸 师尊教授我们与病而易 中卡巴达许卡没有浪费光阴 看来师尊觉得让你也深深的惭愧珍惜光阴 时间不早了,好好的经济 不过可以摇着脚 我们谢谢师尊写了这么好的文章 每天晚上同一时间和晚上十点 也是我们文章网络直播独书会 我们空中再会,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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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